三峽为台湾新北市的辖区之一 旧名三角涌 由三峽溪、横溪、大汉溪、三溪汇聚而成 因盛产、煤炭、蟑螂及大清等物产而繁荣 早期由于地处山路地带 又有溪流汇集,四旷一度即位繁荣 其后因杀石淤积而不再有航运之力发展 建区平缓,人口数也长期停滞 被板桥土城等一一超越 今天我们就先从三峽的信仰中心主寺庙开始介绍吧 主寺庙创建于清乾隆34年 在窦光13年时因地震损毁而重建 到了1895年时又惨遭日军焚毁 1899年在地方士生的筹划之下开始了第二次的重建 之后在台湾功夫后 由艺术家李梅树先生主导设计规划 进行第三次重建 供奉的主神是清水祖师 由于清水祖师显赫灵验 多年来祖师庙一直是三峡的信仰与社会活动的重心 其在建筑雕刻绘画上的表现 是台湾庙宇的经典之作 又有民间艺术殿堂与东方艺术殿堂的美誉 接下来介绍的是三峡最重要的景点之一的 三峡民泉老街 古葡的三峡民泉老街 长约260公尺 有一百多座古老街屋 巴洛克寺地面牌楼是它的建筑特色 现在民泉街口的三峡永街 路名至今仍然可见 从清朝以来 这里一直都是三峡重要的商业街道 许多物资、货品都在这里集散 街上竟是自茶、染布、脏脑、茶庄、中药店、杂货店等商家 老街上还有丰富的美食 作为极为繁兴盛的商业街 能落脚此处的商家自然也是富有人家 因此有别于中式牌楼 在三峡老街会看到许多中西交融的文样设计 这里也是全台最长且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 此外在老街里 还有一座历经八个朝代的老庙 三峡新龙宫妈祖庙 也是三峡区民众信仰的中心之一 至今已有230年的岁月 现在供奉的祖神为天上圣母 俗称妈祖 三峡是我出生长大的故乡 尽管因为地处偏僻 经常被戏称为新北市的边陲地带 但是这里却蕴含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历史痕迹 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 好好的探索 就会发现 三峡其实是一块仆域 正耐心里 等待有新人的发掘 而这就是在我心目中最美好的故乡 三峡 三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